我们来看这道题考察IO方式 这里用的是中断请求的方式 首先要理解整个流程 根据题目信息 每400纳秒会发出一个中断请求 而这个请求发出之后 最多等待50纳秒 就必须得响应它的请求 我们就以最坏的情况 在50纳秒的这个时候 响应了它的中断请求 那么响应了之后 要花100纳秒 完成这个中断请求 所要求的服务内容 那么根据这个示意图 就很好理解了 每隔400纳秒 需要花费100纳秒来处理 IO设备所提出的 那么IO时间占CPU总时间 就是1% 但这个100纳秒的位置 可能整体的往前移一点 也就是没有到最坏的情况 但是还是整体的100纳秒 是在这个400纳秒的间隔当中的 那么这道题将继续结束 那么这个东西就能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